什么钱没地儿怎么买的 28 少了不买吗 不买 不啊 啊啊 怎么26啊 你慢点你慢点 慢点啊 你慢点 不会不敢买了 我妈的不会了 我做得好了 这是23块钱的 你别拿拿了 把腰拿了 把腰拿了我走了 干大鸡买回来的 蘸杯丁 加少量的面粉 然后我们用手抓 抓到手黏糊糊的 抓洗好的扇贝 我用水清洗干净 使去扇贝丁上的粘液 倒入肉勺中 有泥沙也不可以 还要留在扇贝丁上了 空干水分备用 大家好 我是田冬嫂 好久没吃韭菜了 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把韭菜 跟扇贝丁来做一个美食 把韭菜的根部磕掉 我们把韭菜切成末 我们这里的韭菜5块钱一斤了 韭菜切好后 放在小盆中 赶鸡买回来的猪肉 洗干净后 切成片 切成少块 最后我们把它做成末 我们这里的猪肉 现在26块钱一斤了 做好的肉馅 我们放在玻璃盆中 加一勺花生油 白糖 加点料酒 加点蚝油 加一勺盐 然后把猪肉搅打上劲 都说买现成的叫肉馅 是没有灵魂 这样自己做的肉馅 还最好吃 最美味 接着我们再打一只鸡蛋 充分搅拌均匀 这样肉馅会非常的滑嫩 多搅打一会儿 让它上劲入味 洗好的扇贝丁 我们拿出来切一下 我们把它切成少丁 切的不要太粹 太粹了就能有鲜味 切好的扇贝丁 放进柚馅中 倒进切好的韭菜 盆中倒进面粉 加进一勺盐 增加鸡性 凉水和面 凉水和面 面会更加的优远 叼成续状 下手油成光滑的面团 它熟面20分钟 韭菜里我们加油 锁住韭菜的水分 再加点盐 姜油 鸡粉 挤上一点鱼子汁 鱼子汁呢 可以出生味 饧好的面 我们现代油 做非常的好油了 我们把面油匀 搓成长条 我们把它分成饺子质 打点干面 防粘 我们挨个按扁 擀成外圆薄中间厚的鸟子皮 把鸟子馅放在鸟子皮上 包成一个元宝鸟子 也像月牙鸟子 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咱们的鸟子就包好了 锅中水烧开 我们把鸟子下进去 要轻轻的推动 防止粘锅底盖上盖子 锅开后我们点一次凉水 反复这样点两次水 饺子全部飘起来了 肚子骨得很大 我们把它捞出 我们用筷子夹一个看看 韭菜非常的翠绿 味道特别的香香 太香了 太油腻了 哇 好香味啊 看 大香味道 鲜嫩多汁 这一次就面面不忘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